另外也是来不及长大的小生命 继续来关心到的是 在新北市三重 有一名学林男童 到了今年9月份都没有入学 校方通报找到了男童的生父 才得知小孩出生6个月 就已经死亡了 直到今年3月份 爸爸因为结交心欢 怕被对方发现办师 才将遗体丢弃在基隆山区 办师长达6年的时间 父亲涉嫌重大 遭到收押禁见 而他共称死因是由于义奶 窒息造成 并且解释 当时没有通报 是担心自己的 诈欺通气身份曝光 不过妈妈却说 是被枕头闷死的 父母亲双方的说法都不拢 检察官在下午进行相验 要查清真相 而社会局甚至发现 孩子过世之后 家属还继续向政府请礼 育儿津贴 超过了10万人 我们不知道你这里吗 检察官上验 生母滴着头到场面的追问 就是不回应 我们知道小朋友的妈 布置妈妈外婆阿姨也都来了 检方会同见识小组抽丝剥茧 希望找出死因 还要上去吗 这没人都去买了 男童来不及长大 就被气势在竹林后头 恳心父亲带路 好不容易才找到地点 但只剩下骨骸 人家披荆等纸 学龄儿童该就学家长也完成了登记 不过开学后却一直没来 教育局追原因开始找人 透过警方协寻 最后才发现男童早已死亡多年 出生后跟父母住在台中 六个月大突然猝死 爸爸说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就把小孩放进箱子里长期扮尸 直到今年三月 他疑似结交心宽 怕被发现作物处藏尸 才把小孩遗体 带回基隆老家附近乙气 面对询问不愿意多谈 但检警调查发现疑点实在很多 生父生母公辞根本都不拢 爸爸公签小孩是一奶窒息 妈妈却说是枕头闷死 是意外还是有外力造成 检方要先理情 最重要的就是有压迫 有窒息 有用舌骨骨折 有因此肺部的肺炮破裂 颅猎看有出息 头骨有没有骨折 手脚如果有骨折 就是受内额 而是爸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 推出小孩父亲 担心诈气通气身份曝光 竟然因此半施长达六年 男童一世在婴儿时期就死亡 离谱的是妈妈跟阿嬤在小孩死后 甚至继续请领育儿津贴 累计超过十万元 小孩像是从人间蒸发多年前的命案 如今曝光 简简要靠着谨慎的骨骸拼出真相 接着众和报道